整個手上都是柚子的油 剝完之後還要小心翼翼的把柚子拔下來 就只為了這頂帽子 最後可以戴在小朋友的頭上 摳到指甲都快流血了 這個時候你就會聽到你的小孩很咬嚥的在旁邊說 媽媽,我好餓,你到底好了沒? 從以前到現在 阿公阿嬤爸爸媽媽都教我們先把頭切掉 然後用刀子畫五條線 畫一個星芒狀 畫完五條線之後就開始用力的給它剝下去 剝了一片兩片之後就會發現 整個手上都是柚子的油 這個油會讓你等一下剝的柚子變得又苦又澀 剝完之後還要小心翼翼的把柚子拔下來 就只為了這頂帽子最後可以戴在小朋友的頭上 當孩子還小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很可愛大家笑一笑就算了 但孩子長大之後他就會越來越堵攔你這種行為 然後接下來 爸爸媽媽阿公阿嬤還會教你 把外面這一層薄膜摳啊摳 摳啊摳不知道好像在摳什麼東西 要把它摳得非常乾淨 好像不摳到像照片那樣子 就非常的不甘心一樣 然後摳了十分鐘 摳到指甲都快流血了 這個時候你就會聽到你的小孩 很咬夭的在旁邊說 媽媽我好餓 你到底好了沒? 然後你就只能強壓著怒氣 輕聲敘語的跟他說 你小人是摸痴了 去旁邊等了 然後你就繼續摳 好不容易摳完了 下一個災難又開始了 因為剛剛一個錯誤的動作 會讓你把柚子剝下來的時候 每一片外面都會有一個細細的薄膜黏在上面 沒有錯 就是你剛剛在那邊摳摳摳摳了十分鐘 好像在摳腳皮一樣的東西 越摳越飽 越摳越飽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慢慢的失去耐心 這個時候你的小孩又在旁邊靠腰說 媽媽 我覺得苦苦的 我不要了 沒錯 他剛剛就是吃到柚子皮外面的油 還有你沒有拔乾淨的絲 這個時候你的理智線已經完全斷了 就會很想從小孩的大小給它拔下去 很多家庭不美滿都是因為一顆柚子而產生的 其實剝柚子可以很簡單的 一樣把頭先切掉 然後用刀子把外皮薄薄的一層削掉 這個時候要小心不要削到手 只要把外面那一層綠色的薄薄的削掉就好了 你削的越薄 等一下剝起來的柚子就會越漂亮 然後用刀子從柚子的中間剝開 然後拿起一半的柚子 從外面往中心切一刀 然後把柚子剝開 因為我們柚子皮全部都是用切的 所以手根本不會沾到柚子的油 這樣子你在剝柚子的時候 就不會有苦苦的味道 接下來把柚子的橫切面面向自己 然後開始剝柚子 因為有橫切面的關係 所以柚子的膜就會變得非常的好濕 而且每一片果肉拔下來的時候 都不會有殘留的魚絲在上面 很快的你就可以邊剝邊給小孩子吃 看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說 這樣柚子就不是一整片了 看起來也不好看 拜託一下好不好 柚子剝完是要拿來吃的 不是要拿來拍照的好嗎 如果看完了之後 你還是不想自己剝柚子的話 就把影片傳給最愛你的人 教他好好學用力學 記住是要傳給最愛你的人 而不是你最愛的人 因為他才會剝給你吃啊